經濟部長王美花美花姐呢 即將要離開經濟部 那他繞腳何處呢 傳出他要接台新金控的讀董 那知情人士說 因為他的先生顧力雄 早就被鎖定國防部長一職 所以王美花早已經決定 婉拒公部門與法人相關工作 只選擇去民間服務 主要是避免夫妻同在內閣遭人非議 也不想個人造成新行政團隊的困擾 哎呦 話說得很漂亮 但有貓膩啊 立刻就被波基直接給揭穿了 他說外表花接台新金 讀董 有利益迴避的問題啦 因為王美花在520之後的身份 不只是卸任經濟部長而已 他屆時還會是國防部長顧力雄的配偶 屬於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三條規範中的關係人 那麼主要是因為國防部 在2017年5月發布的新聞稿 標題就是 國防部與台新銀行簽約 開辦薪資優惠存款專案 內容提及台新銀行 是首家與軍方合作的民營銀行 開啟軍方與民營金融史上的新業 所以換句話說 國防部和台新銀行是有業務合作 甚至在國防部的官網 都有提供台新銀行的信用貸款 逢貸申請書等相關連結 在這種情況之下 王美花適合出任台新金控讀懂嗎 鳳雲姐 這裡面 現在是國防部已經跟金融機構 有關係的部分對不對 那麼未來如果今天國防部 他可能未來有些什麼樣的業務 然後跟台新金控 如果有任何的金融往來 請問一下王美花要站在國防部這邊 還是站在台新金控這邊 請問一下他們在這個晚上呢 這個在床頭這個私語的時候 請問一下他又會提供什麼樣的訊息 我其實今天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我是我先講就是說 所謂的內閣 你可以狹義的定義為行政院的各部會 這個是內閣對不對 好說不在同一個內閣裡頭 但問題廣義的來看的話 這請問一下這個顧力雄 之前在國安會的工作 跟你在經濟部的工作 難道不是同樣都是 中央的公職服務嗎 你那時候不知道要迴避 現在突然覺得說要迴避 是齁 對 然後第三個部分當然就是 因為我覺得這裡面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貓膩 我們現在去金融機構 擔任獨立董事這件事情 財政部長也好或金管會主委也好 會有旋轉門的問題 就認為這裡面會有這個 就是不可以直接到這些金融機構這樣 可是經濟部長不在這個限制 所以他要去哪一家金融機構 都可以 那我覺得財團必須說 他們真的很厲害很棒棒 第一時間就鎖定了王美花 不只是王美花過去 他在政府內部 其實經濟部你要說 完全跟金融機構無關 這個其實也是不對的 之外你看好顧力雄的未來啊 所以你把幾件事情 納在一起來看的話 如果你真心的覺得這件事情 我不要同樣在內閣裡頭 我不要同樣在內閣裡頭 免得讓大家覺得說不好 那你就不應該去接這個獨立董事 我還是覺得說當初啊 當初馬英九剛剛當選總統的時候 周美清他擔任的是兆豐金控的法務處處長 我們講真心話 合理的來說 他是從基層做起的 ICBC的法務部門一路做到後來 那麼並了ICBC然後一起合併了之後呢 成為兆豐金控他擔任法務處長 這背後的每一寸路都跟馬英九無關 都是他自己的努力 可是即便是如此 我譬如說當年我都主張他要辭 因為你終究會碰到 在處理兆豐金控的問題上面 那麼處理的重了 處理的輕了都不對 那與其這種尷尬的場面 其實以他們的連結自首 何必要去有這樣子的花田裡下 如果當年那麼牽扯的很牽扯的情況之下 都希望周美清不要繼續擔任那個職務 周美清也就辭了 馬英九是一人就業全家失業 現在我們的情況真的是剛好完全相反 就是鸡犬升天 只要你一個人能夠擔任要職 所有的這一些民間企業 也通通都來巴結你 這思可忍孰不可忍 然後王美花居然還好意思 然後去跟大家講說 哎呀我們其實是要避免說 我們大家一起在內閣裡頭 你如果真的那麼要臉皮的話 就不要去接民間財團的獨立董事 這事情沒那麼複雜很容易解決啊 你知道王美花是去接這個工作 也沒什麼不好 是因為她老公的關係啊 那顧力強不要當國華部長就好了 美花就沒有利回避的問題 釜底抽薪 它的會出現問題是什麼樣 它因為國防部 國防部它是什麼 國金的新翔 還有它的考級獎金年終獎金 它是四選一喔 它不是說一定是要給台新經過做 它是中華電信合作金庫土地銀行 跟台新銀行四個選一 大家想一下我本來是四選一對不對 因為你王美花清那個地方 我四選一裡面選到你的台新銀行 人家會怎麼想 就是因為等於國防部的這個薪水 流薪的薪水就放在那邊了 那當然人家就會講話了嘛對不對 所以福底薪金最好的方法是這樣 而且我提醒大家一下 這段時間顧力強去當國防部長 很多媒體寫了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特別是他們夫妻兩個 非常恩愛 大學的時候是班隊喔 顧力強在外面不太講話 他看起來是比較兇悍的 可是那個報導裡面寫的 他是非常愛王美花的 每次有什麼事情的話 在外面反而是王美花有時候會提點顧力強 所以他們說什麼顧力強 平常例如說有什麼重要一些場合 他的部署怕他罵人 就會希望王美花去 那整個氣氛就好很多啊 所以現在可能是顧力強 幫他老婆做點事情的時候 或者想一想 他如果不要接國防部長 我好久以前主持一場活動 也是他們夫妻一起的 真的 很久以前我主持一個頒獎典禮活動 也是他們夫妻一起 對 一起出席的 不過按照這一些 真的是很恩愛 我從很多朋友那個 講出來都是很恩愛 如果按照這些特定媒體 顧力強這麼聽王美花的話 的話 哇那這個台心金的 這個獨立董事 不就是太上國防部長了嗎 哎呦 還得了啊 對啊 而且我剛剛講 他是因為他釋權利 他不是說一定要放在台心銀行 對啦 他釋權利所以到時候一定有話講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王美花跟顧力強要去面對 當然我剛剛是有點開玩笑 國防部長很大啦 對顧力強來講 可能也是 誰認為說這個 他要大展長彩的時候 可是他講 他如果這麼愛老婆 可能要想一下 因為到時候生意一定會在啦 人家罵你老婆說 又罵他顧力強 顧力強一定捨不得 對不對 好 好啦 這個利益回避的問題 許小鑫也在打啦 他說台心銀行是 有和國防部締約的 第一家服務國軍 新轉民營銀行 不用利益回避嗎 他也很喜歡談 我老公的姐姐 或是我老公的姐姐的 爸爸的妹妹的姐姐的老公 好像這一群人 一旦犯法都跟我有關 卻從來不提及這些人 除了我最愛的先生以外 其實都是我沒有辦法選擇的 所以他回到這件事情 就文文化這件事情說 這樣的關係 不需要利益回避嗎 這件事情 不比政論節目霸凌 我認為我十五年內 住在一坪多空間裡面 日日夜夜 連洗澡的空間 都是跟早餐店的客人 共用廁所 這件事情來得重要嗎 說到這有沒有我來看到 已經有這個政論節目 直接給你演出情境劇了 也就來示範了 一家三口稅一坪大的房間 現場實測 那這個國民黨立委 葉元支也跟著躺下去了 那當然他說 他是要站在這個 護巧心的立場 可是問題是 我是看到這個 我真的覺得天哪 即便許小新口口聲聲說 他要回到公共事務的討論 但綠營真的是完全不放過他 那可是你看到這一幕 我真的笑了 就是說現在 綠營已經打到沒東西打 真的是越打越瞎了耶 洪廷 你要講抄貸喔 其實我最想查的是誰 是廖燦昌嘛 潤營啦 慶富啦 這些案子抄貸了多少錢 是 那是多少錢的名指名高 而且坦白講 說老實話 我過去在金融業服務過 你今天說一個房貸 能抄貸到多少 坦白講不管怎麼樣 你還是要什麼 你還是要有你的擔保品 藏在證明 你要你的擔保品 你要你的擔保的證明 對 甚至就是說拿房子做抵押好了 所以抄貸的部分 真的在實務上操作 只有一種可能叫什麼 叫做把原本的那個 標的物的房子做高估嘛 做價值高估嘛 但是一間房子能高估到多少 那會比得上 所謂的這種潤營這些 做所謂的這些假資料 假交易 然後所謂的用這些 所謂的營業的這些部分 然後去做所謂的這個 超爾貸款 然後到時候 或者像親付案一樣 用一個類的一件去榨貸 這些銀行的這些資產 所以其實坦白講 我覺得 這裡面最大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今天怎麼會對一個 一個房子的貸款 然後用這種等級的討論方式 然後呢 我們左邊針對當初 潤營跟所謂的親付的時候 坦白講 那個時候在討論的 也只有一點點生意 就是我們這些人在討論而已 對 那相對比起來 對這個國家來講 哪一個嚴重 哪一個多 然後再來 坦白講 每一個銀行都 有他自己的內機內控 真的要管 其實金管會最應該管 這件事情其實很簡單 你也不用再 我今天早上還在講說 我們怎麼會在議會裡面 去叫我們的 所謂的富邦的獨立 我們的灌骨董事 去做所謂的 內部稽查這些部分 他們內部稽查 就一定過 他才牽得上來嘛 所以真正如果有問題 是金管會要去做金檢嘛 去查就好了啊 但是金管會要做金檢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 你至少還有個證據啊 對 所以你要有個證據補足了 你才能去做這些 所以講白了 你有證據你就直接提嘛 所以你再回去看 就是說 坦白講 剛剛那個問題我看了我也能過啊 當初我們在討論 顧立雄跟王美花的時候 大家在討論的是什麼 顧立雄做國安會秘書長 他有很多的秘密 他的太太王美花 雖然在經濟部 但是有些東西 也不一定能夠聽啊 所以這樣子來講 誰比較重要 誰比較不重要 這些部分 是不是有要回避的問題 當初我們把國安 上綱到這種程度 結果今天他現在要去做 台心經讀懂了 好像就沒問題了 所以顧立雄未來 當國安部長 所掌握的這些國安機密 這些部分 好像看起來都沒事了 但是你說這些部分呢 因為顧立雄也當過金管會啊 也當過國安會秘書長啊 現在要做 有可能做國安部長 所以我覺得我們國家的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國家對政治人物 跟我們對官員的要求 在降低 當年我們是在要求什麼 當年我們是在要求 兩個官員 即使他們是父母親 即使他們是夫妻 我們都覺得說 你的職長跟他的職長 其實是有衝突的 你們不應該一起 可是現在呢 現在當一位要跑去做 所謂的馬上要旋轉 旋轉出去做銀行讀懂的時候 我們看起來好像我們的聲音 並沒有大 反彈的聲音也並沒有大 民進黨自己對自己 內部清廉的要求 所謂的清廉本土 這些要求 看起來他們也在退守啊 連最早最早的 這樣的一個機器 在討論的時候 還會出來辯護 我現在看哪一個民進黨 立法委員要幫我美化辯護的 怎麼可以這樣子 一轉過去 就接這個位置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政府 現在很奇怪的事情是 得過且過 完全不針對所謂的問題在討論 台電的部分我剛講了 要不就台電要負責 要不就能源政策要負責 要不就經濟部的 所謂的電力任性辦公司要負責 這些領國家薪水的人 總有一個要負責吧 結果現在都沒事 討論其他的議題 討論當初我們在討論 台灣論營的案子的時候 討論所謂的慶富的案子的時候 政府現在有做任何的追債 追償嗎 這些部分在在的 然後呢在討論能源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的就是 我們到底要 我們已經懇求到說 好啦不然 國民黨跟民眾黨 一起幫你們背鍋啦 只求台灣不要缺電 也不去討論什麼 就像我剛才所提到 台灣最重要的是 我們已經失去未來性 我們針對未來產業的 這些電力供給 已經全部都失去掉了 然後呢在討論所謂的 政治人物道德操守的議題的時候 一個房子的事情 可以大過什麼 可以大過一個 國防部的弊案 可以再大過一個 所謂的公務銀行的操大案 然後最妙的事情是 你可以看到現在 當初的那個主席司者 我剛提到廖燦昌 現在居然還暫時 沒什麼事情 那在這樣子的 一個情況裡面的時候 然後我們再用這種 我們再用這種強度去要求 然後用這種強度去調查 然後坦白講這個事情 有沒有 一天就結束了 對 居然可以討論一個禮拜 然後呢 繼續的去做這樣的一個部分 你今晚會 其實我講真的 我雖然覺得說 富邦如果真的 因為這樣被精簡很無辜 但是富邦該把證據 拿出來丟一丟 全部拿出來講 全部拿出來私下 跟今晚會提 因為這是個案 它不能夠洩漏 個人這樣的一個機密 直接講清楚說明白 停止這樣的討論 不然這個討論 居然可以佔得 我們新聞版面兩三天 這國家還有 這國家還有什麼希望 我寧願 我寧願我們像剛才一樣 那麼認真的 在算電力供給 對 然後這樣子討論個兩三天 對這國家都比較有幫助啊 結果我們剛剛 結果你看這些 這些人在討論些什麼 然後呢 他竟然跑去躺個一瓶的這些部分 像個小丑一樣 有意義嗎 真的 這對國家有意義嗎 所以如果未來我們的政治 都是這樣得過且過 然後我們針對政治務的要求 都是這樣子不斷的沉淪的話 那坦白講 就像富邦也剛提到了 你說賴清德這樣子 這樣子如果能過四年 甚至過八年 我講真的 那真的是中華民國都不信 那我現在要把這個 插播一下立法院的情況 因為立法院在今天上午 又進行了表決大戰 主要是民黨團提案綠版的 國會改革法禁服二讀 遭到國民黨的封殺 那民眾黨團呢 有到場 但一樣沒有參與表決 所以在現場呢 民黨立委范雲和黃國昌 就吵了起來 那這個黃國昌 對就知道 就是我們想說天啊 不要好不好 這個看起來有點擔心 你知道嗎 又吼的這樣子 會不會 那黃國昌就說 范雲問黃國昌說 為何要幫國民黨 那黃國昌當然很怒啊 然後就反嗆說 你莫名其妙 你跑到我旁邊來吼什麼 我有欠你喔這樣 那范雲後來有說 他就說 其實我也聽不懂 他在講什麼 只覺得我臉上 被他噴滿了口水 我就請教齊海哥 就是說 你怎麼看今天 那這樣子范雲會去告他 性操擾嗎 性操擾嗎 對 我剛好在旁邊 對不對 我們位子很近 事實際上 今天最重要是什麼 早上為什麼會吵成這樣子 我們後來沒有投票 一個重要因素就是 這都是程序的問題 現在都沒有進入到實質的討論 例如說第一個案子 是民進黨突然突襲 他說要把他們的版 裡面 民進黨提的國會改革 總是國會改革 他基本上就是護航的一個版本 對不對 那國民黨一定是把他 一定是封殺到 而且他不是實質內容討論 他是一個程序 他直接要到惡毒去 那事實上也不像我們舉手 這本來一定是砍掉的 那至於你剛剛講的 國會上那個會生氣是什麼 這個版本 基本上姓平每個人 台灣我覺得每個立法人 應該都是會支持的 國會上講說他支持這個案子 他生氣的原因是因為 換你跑到他的旁邊去跟他 跟他講去火他 跟他講說你為什麼不支持這個案子 你要你在遠一點的地方 你跑到他的後面去跟他 是來理論嗎 國會上當然就生氣了 我覺得應該把那個原油講出去 感覺上就是要來吵架的 事實上你如果不是來吵架 你不要跑到 因為我們那個座位就是我們八個人 是在另外一邊 他們民進黨在另外一邊 他從另外一邊跑到 黃國昌的後面來 好像來理論一樣 而且有點像是在罵人 就是說你為什麼不支持這個案子 我有一點不懂就是說 不是每一個立法委員 都有他自己的投票權嗎 當然喔 我要投A 我要投B 或我不要投 跟你有什麼關係 干你什麼事 我跟你又不同政黨 難道你要黨際處分我嗎 所以我不知道范雲在怒什麼 是不是有點在蹭 就有點像是比較資深版的黃傑 黃國昌就說 你的形容詞蠻好的這樣 還是說他自己反正社民黨 民進黨不分這樣子 他就覺得民眾黨應該要 是民進黨的側翼 是他這樣的想法嗎 有什麼道理別人的投票行為 他有什麼道理可以去干涉 他連民主政治的ABC都不懂 黃國昌是抗議量 就有點生氣量 一個就是我敢有欠力 第二次你真的趕快走到我後面 跟他說這個 你是從民進黨的跑到 我們民眾黨做的位置來 所以黃國昌覺得自己被PUA了 我沒有欠力了 這不是 因為他說 我說欠力 表示他覺得他自己被PUA 被情緒勒死我 而且今天最重要 還有一個點是很重要 因為今天他民進黨提的 基本上都是一個程序 他突然把一個案子 大建議員在討論 好好討論 可以在委員會好好討論 他委員會不討論 突然拿來就是要到二讀去 怎麼可能 事實上立法院也不大可能這樣做 所以今天 那是一個小插曲 我覺得過了 可是不要說占了便宜 或者說你是來侵犯我們的 結果變成好像是我們不對 這樣就不好了 所以黃國昌就會講 我沒有欠力了 對不對 而且是你跑過來 像民眾到目前可能都沒有注意到 事實上是泛林 跑到民眾黨立委的後面 那被噴口水是他真的太接近了 對對對 才會被噴得到嘛 對啊 不過老實講我去立法院 將近在三個月 老實講我是有點 也不是傷心小傷心 我現在應該剛講的 要進入很多實質上的討論 包括你泛林 做對性貧這個事情 你是這麼重視的 可能不是像今天這樣 這樣的一個打打鬧鬧鬧的一個場合 應該是回到 你要不要去開記者會 要不要就是說 你很實質上的在委員會 好好去討論 對不對 這才是最重要的 像很多畫面看起來 都好像都是一些程序上的東西 像為什麼 像有人在講說 民眾黨為什麼一直都不表態 很多時候不表態 你現在都還沒有進入到 實質的討論 你每天在 要嘛是國民黨提一個副議案 民眾黨提一個副議案 你就夾在裡面了 然後講這些案子 很多可能也不見得是我們要的 我們應該是說 我們提出我們要的 然後你每一個黨提出自己要的東西 然後進入實質的時候 好好去討論 你看現在喔 你看我在經濟委員會 我們就很實質在討論實質的內容 那世報委員會 也是很重要 每個 你知道委員會好好去表現 每次到的院會的時候 就有人 要用那個院會那個場合 因為二樓上面有很多攝影機 我覺得很多人是為那個攝影機 只是要那個畫面來的 那感覺真的很不好 第二個小時 跟我們一起討論的來賓 除了陳鳳欣 鳳欣姐之外 外在 也歡迎立法委員許宇貞 大家好 還有實質評論員謝安彬彬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請導播 對回來了 回到這一張 因為這個主要是因為在講到 王美花他要去 可能會接台心金的讀懂 有這個利益迴避上的問題 那當然曲曉欣也打這個點 那他很不平的就是說 這個應該比較重要吧 跟公共事務相關的討論吧 但為什麼他個人在家務事呢 側翼老是談他 老公姐姐的 爸爸的 妹妹的 姐姐的 老公的這些事 還有婆家一屋三代 被指明顯超代 那徐曉欣當然說他不知情 這要問他婆婆 那游淑惠還有剛剛熊廷議員 也都講了 如果真的有超代問題 主管經關是經管會 怎麼不去查富邦 一查一天結果就會出來了 所以打到這邊 甚至連這個 徐曉欣說她是早餐店女兒的 也被打了好久 說有沒有開發票的問題 然後還有你說你是窮苦人家出身 什麼一家三口幾一坪空間 甚至這個政論節目呢 立刻都來一場實境秀 都在現場實測躺在這邊 三個人躺進來 那這起事件發展到現在 我不知道因為鳳欣姐已經 已經跟我們節目請過 一個星期的假 嚴格上說 一個多星期都沒來了 你萬萬沒有想到 中間隔了兩個禮拜之後回來 還在徐曉欣 對我就覺得 好 當然我覺得 有人問我說 徐曉欣這樣被打 對徐曉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這樣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我為什麼說沒有什麼不好 他經過了這一番就是 巴皮式的檢驗之後 凡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堅強 必使我更強大 所以這是我要特別提醒一下 徐曉欣現在最大的難關 是自己的情緒控管 他情緒控管的越穩定 他就會更強大 所以凡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 這點是提供給徐曉欣的 那我覺得說呢對於徐曉欣 現在就只能用徐曉欣來形容 否則的話 你會放著這麼多的公共議題不去談 然後去全力的檢討 一位立法委員的婆婆 你要記住喔 這是婆婆 我身為女性 其實我對於這種事情 我是極為不滿的 我可以選擇我老公 那我老公做的事情 坦白說都已經跟我無關了 因為他也是個成人 我也是個成人 對不對 那我們其實在討論任何一個政治人物的時候 都一樣 除非說今天你受你爸爸的避孕 或你受你媽媽的避孕 然後因此有一些特權 那這個當然是要討論 因為你使用的是特權 但是如果你沒有使用任何的特權 那我請問一下 另外一個成年人的事情 跟我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 更何況他是婆婆 我都不知道說我們在台灣社會裡頭 媳婦可以大到說可以去管婆婆 這件事情我真的覺得太偉大 那而且第二個是 這件事情如果從公權力 要去做公共評論的話 你就看說到底一個媒體 他可以話眾取寵到什麼樣的程度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做公共評論的話 那你當然第一個先質疑金管會 趕快去做精檢 去做檢查完了之後 告訴我們說到底有沒有操貸 因為我貸三次並不等於操貸 對 那什麼樣的範圍之內是操貸 他們內部其實是有很嚴格的一些 相關的規定的 那我不去談那些細節 因為那個在精管會的金融檢查的時候 他都有很細的細節 你一個標的物 然後第一次貸款的時候如何 然後你的那個你的賤價是多少 比如賤價1000萬 然後你第一次貸款貸500萬 可是我覺得說 你就說我其實還有金錢的需求 其實你也許可以貸到800萬 可是我第一次貸500萬 那你可以第二次貸可以第三次貸 那這個也是三代 可是問題是說 他究竟是超過了那1000萬的價值的貸款 還是在1000萬額度以內的貸款 這個精管會才能看到資料啊 所以我其實都不知道說 一屋三代的資料是怎麼冒出來的 光是冒出來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匪夷所思的 個人的隱私的資料 其實不應該有這樣子的一些揭露出來 我們現在對於個人隱私的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是放空到了一個 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方 所以該要質疑的是精管會 那你就去質疑精管會 如果查出來說有超代的話 那當然半富邦啊 富邦這地方 你去查那個過程當中 徐巧信只要有介入 那徐巧信千刀萬剐 影射這算什麼 表演這算什麼 當你在攝影棚去表演 一瓶三個人睡的時候 我不知道說 如果說這件事情不是事實 那我也覺得徐巧信 立刻打入18層地獄 但如果這是事實 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我小時候是真的有遇到我同學 一家五口 住在不到兩坪的房子裡頭 所以去打這個我覺得很缺德 你攻擊人家的童年 非常缺德 非常缺德 我為什麼因為我 我必須承認就是說 我當然 我並不是一個多麼有錢的家庭 我一直都填著小康 那小時候有沒有吃過苦 也吃過苦 可是我是那一次 我同學請我到他家裡頭去 那他們家的煮菜燒飯是在外面 因為他們只有一個 一個就是他們是一個一個 像類似三合院 他們分租了一個房間 那那個房間 我現在回想起來 他真的不到兩坪 大概只有一坪多一點點 就只有一個大床 一個大床 然後呢 那個三合院當中 其實只有一個洗浴的空間 那那個空間 洗浴的空間就是那一個三合院當中 那每一戶都要使用的 那他們的燒飯煮菜 其實就是在那一個房間的外面 那每一戶都是在外面燒飯煮菜 裡面那一個空間 就只能夠讓他們 就是爸爸媽媽跟三個小孩 當我的同學是一個 非常樂觀向上的一個 一個好同學 那我們非常要好 他請我到家家去 然後我那時候 我覺得我那時候真心的知道 辛苦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們當然那時候 我們大家都還算蠻平均 我也沒有特別覺得說誰好 或者誰不好 我也碰過很有錢的 這些同學家裡頭 我只是要說 這個社會本來就有這樣子的人 如果我們真的遇到這樣的人 你該存的是一個什麼心 你該存的一個是 哇你好心疼他 那麼向上的一件事情 難道不是如此嗎 怎麼會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嘲弄呢 而這種嘲弄 請問一下 嘲弄的人患得了什麼 除了患得了刻薄 你還能夠患得什麼 我不知道流量或收視率怎麼樣 可是當時在現場後面幾位評論員 表情說明了一切 頭抬都不抬 那包括了這個網友何仙仙 他董內進來 他要預告 他要推的是沙沙主播高極酸新聞台 他的街訪題目這一次 是許小鑫的名牌門 究竟街訪民眾怎麼看 請大家給小鑫加油 同意他也提到了 鳳鑫姐生日快樂 謝謝謝謝 不過許小鑫這一題 我還是要請教這個余澤委員 其實我想小鑫 因為我早上在立法院 有跟他遇到 其實針對這個部分 他有告訴我說 其實他婆婆的這個房屋的貸款 不是三代 其實是二代 那其實真的對於 就像剛剛鳳鑫姐講了 對於媳婦而言 一般婆家的事情 其實不會跟媳婦去商量 也不會跟媳婦去討論 尤其是像這種貸款的事情 所以其實他在之前 他也不知情 那事實上目前就是 說實在這個民意黨 一直不斷的潑髒水 一直不斷的潑糞 就是覺得要把它 把他這個 讓他抹黑到一個機制 那陳如剛剛鳳鑫姐講的 你有什麼問題 你就是法辦 你就把它送檢掉 如果他真的有 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尤其是剛剛我聽到說 他講一瓶睡三人 其實早上我也有跟曉欣 去談到這個問題 事實上我聽到的這一段 我是覺得很心疼他 因為事實上 據說他這樣子 一瓶睡三人 是從他小到他長大 這樣15年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他們是在一個 這樣艱苦的環境下長大 他事實上還有很多 他都還沒有講出來 因為他不想再陷入這種口水戰 所以其實我聽到這樣 我只對這個草欣 說實在 除了心疼之外 其實我說實在 對他更加的尊敬 因為他有這樣子的一個過往 但他現在力爭上游 然後成為一個 現在全國的這個 大家都非常肯定的 一個立法委員 但是這個時候 民進黨 卻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在抹黑他 我想這次已經真的是 不但沒有憐憫之心 甚至我覺得已經到了 喪心病狂的地步 所以我早上也跟 我們其實所有的這個 立委跟曉欣加油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實就是事實 如果說曉欣有任何違法的事情 我們也歡迎檢調來查 但是我們相信 曉欣一定經得起考驗 好 那當然許曉欣呢 他還是不忘要打弊案 那他還是這個 回到他應該要守的戰場上 他最近向國防部提出了 也是書面質詢 那主要是呢 在去年12月的時候 海軍的這個海湖潛艦 有發生執勤官兵落海事件 所以海軍緊急增購人員落海警示器 就是MOB 他以限制性招標採購 那麼後來裡面提到的這個型號 是TB520 有效運作時間36小時 和國軍所強調的黃金收救時間 差一倍 那海軍呢 一共採購了一萬兩千個 價格是1億7700多元 折合單價是14000元 這個品項在網路上售價是275美金 大約台幣8800元 所以換句話說 怎麼會價差一叉叉了6000萬 但是國防部呢 有回覆 國防部說呢 得標廠商官網 並沒有公佈售價 國外賣場網站所販售的是 這公司的一般型 並沒有防暴功能 海軍目前採購的 單價是14553元 低於市售價格 好換句話說呢 這個今天自由時報就出了一篇 標題直接告訴你 軍購啊 不是網購啊 許曉星以網路價值一 MOB價差 國防部打臉 好那這個部分呢 我先請教兵哥 其實照理說啦 照理說 因為你不是在新聞的熱頭上 你這種書面質詢 你不會記者應該不會主動 去跟國防部調這個資料吧 而且書面質詢 記者通常不太會知道 所以感覺起來就是國防部 是不是回復了許曉星之後 立刻把這個資料 就丟給了自由時報 修理許曉星 這個你需要懷疑嗎 這個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他們已經這樣運作很長一段時間了 又不是現在才開始 他們就是各部會 只要看到這些委員 不管是書面還是說 直接當面的質詢 那只要他們發覺有新聞 可以操作的空間 他們就會丟給媒體 這個很正常的啦 這個我覺得也不意外 因為民進黨已經這樣搞了八年了 所以重點是在於說 許曉星質疑的對不對 然後國防部回答的對不對 我覺得重點是在這裡 那很簡單 曉星會質疑 我覺得是有道理的 為什麼 因為他查出來 這個廠商一般的標價不是這樣啊 對啊 那你國防部告訴我說 他有特殊的防暴功能的話 那你可以不會指出來就是 他那一型沒有防暴功能 跟你這型有防暴功能 那這個廠商有沒有單 就是因為這表示 這兩個是不同的型號嘛 那你可以把廠商的這個相關的型號 拿出來給我們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這兩個不同的型號 我覺得這個就一翻兩瞪眼嘛 很明顯嘛 那我也必須講啦 其實巧星有忽略掉一件事 也就是一般的軍購 確實跟民間採購會不一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有人要抽一手 當然會不一樣 對啊 所以一定會比較貴 我們國軍買的所有的東西都比一般 如果你自己去市面上買 都比國軍買的便宜 這很正常的事 因為有前客就是要抽一手 我跟你講這是他們的習慣 因為照理來講 以前應該是我們 在一般市面買不到 你必須要透過特殊管道 所以你要人家抽一手合理嘛 因為人家幫你刨腿 人家幫你拉關係 可是現在明明是可以買到 隨便也可以買到 而且市面上根本 不是一家廠商在做這個事情 那我再順便告訴一下國防部 你也不要唬人 因為這玩意是商規的好嗎 對啊 這是商規的 不然怎麼會在市面上伴奏 對啊 所以你在唬誰啊 所以我覺得真的 所以國防部完全只是去脈絡化 根本沒有回答到史直核心的問題 因為這明明就是個商規的問題 請問一下 如果你要去買商規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限制性招標 對 因為這不是只有特地哪一個廠商有 這根本是市面上好幾家廠商都有 我根本都懷疑這個廠商 是不是跟大陸買來自己再 再改一改弄給人 我都懷疑是這樣 因為這玩意生產最多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我是非常懷疑這一點 但是國防部大概不會認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 國防部每一次在回答的時候 都故意沒有真正針對問題的本質回答 然後繞一個彎 隨便找一個理由去搪射 就是這樣子 那自由時報當然就是打手啊 他當打手也不是一天兩天啊 他已經當了好幾十年的打手 就專門負責在幫民進黨為事 所以我覺得 這種東西就是 其實國民黨內有專業的 有懂軍事的立委 我覺得應該要針對他們的回答 我覺得國民黨過去常常做 讓我覺得很不滿意的一點就是 國民黨在質詢的時候可能很猛烈 可是等到對方一回答之後 國民黨就算了 應該要針對他回答的東西 你們要有專人去研究他每一個回答 哪裡是有疏漏 哪裡是迴避問題 哪裡是有重大缺失的 重新再把它拿出來再打 追著打咬住不放 你看民進黨就很會這一招 民進黨就跟你死纏爛打 其實他錯了他都跟你死纏爛打到底 那何況是對的呢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這個要跟進這個措施 要再加強 而且要引起就是整個社會的注意 你打這個議題才能成功 不然的話你只是一下 你質詢的很精彩 可是回來之後 後面這事情就沒了 後繼無力 對那大家就忘記這件事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後續不斷的加強效應 是非常重要的 那回到剛剛巧欣那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巧欣這個問題 真的很無聊很無聊在哪裡 你說三個人睡一坪多大 很奇怪嗎 對啊 這很奇怪嗎 我們家是就在眷村旁邊啊 眷村以前這種是很正常的狀況 對 這根本沒什麼了不起 而且不是因為他家真的小到那樣程度 而是因為他家為了做生意 把大部分的空間留給做生意的地方 對給店面 你知道做生意的人很多都是這樣 我一大堆同學家都這樣 那個時候大家記不記得以前流行那種矮房子 只有一層樓高 然後呢一樓就在做生意 整個店面都在做生意喔 那他們怎麼睡覺睡哪 就中間搭一個夾城 搭一個小夾城 全家三個人睡在那裡 三四個人就睡在那裡 這什麼好稀奇的 我家也是一樣啊 我家是市政府的宿舍 總共只有14坪大 你想想看我家有兩個房間 一個那個浴室間廁所 然後一個廚房 我家還有廚房喔 那你想想看我家客廳身多大 那那個時候 因為我家只有一台冷氣嘛 所以每一次夏天的時候 我們家四個人一定 都在客廳的地板上睡覺 對啊 那個客廳大概也就差不多兩坪多大 就差不多就這樣 這個 這個其實在過去的社會 根本就是正常見像好不好 這什麼好奇怪 我就覺得是因為現在人過太好 才會覺得他在唬爛 我覺得這根本沒有什麼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啊 你要知道很多做生意的人 尤其是過去的人生活比較簡單 你知道他們每天其實就是開門做生意 然後累了就睡覺 對 基本上家對他累的人 就是一個躺著睡覺的地方而已 沒有其他任何的功能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這個一點都不奇怪 那你說貸款這個東西更好笑 我那時候我這輩子第一次去買房子 我在汐止買 那時候林肯大居剛倒 然後結果汐止又淹大水 所以房價超低 跌了不掉 我買到一坪八萬 然後結果我買了之後呢 因為我那個房子才三十坪嘛 所以總共兩百多萬而已 結果你知道那個 那個銀行直接問我 你要不要貸五百萬 我說我貸五百萬幹嘛 這個房子才兩百多萬 他說沒有啊 你房子其實值這麼多錢 所以你想用的話我可以貸給你 因為他們見價是可以的 只是因為現在汐止 因為意外事故的關係 最近這一段行情偏低 以後會回升 所以他們銀行願意貸 我說我不需要花這麼多錢 我帶來幹嘛 我還要繳利息耶 我才不要 然後結果你知道嗎 我沒有貸 第二年喔 原山紫分紅道蓋好 汐止房價馬上漲 就回到他應該有的價錢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房子的價格 跟他能夠貸多少錢 你不是你們這樣用拆用影射的 我想這樣 你房子只要他有這個價值 你要貸四五胎都可以啊 你高興就好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我覺得那些都在騙誰 騙沒有出過社會的年輕人 他們用這種影射的方式 讓年輕人覺得 哇徐曉星在裝窮 徐曉星其實秘密家裡很有錢 徐曉星利用特權去貸款 去幹嘛 老實說 他如果真的要用特權貸款的話 他會用這麼傻的方式啊 他有一百種方式 可以讓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不要呆了 年輕人醒醒吧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我們不斷得講� 從此後來到